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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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們好 卡洛斯前一段時間做了一輯節目 叫做四個結他器製作 四個結他器製作 沒錯 是在前期的開料 結構 裝備等等工作 確實可以平衡地做 但到了後期 關於裝飾 上漆 打磨 以及拋光等等工作 真的沒有辦法一起進行 所以四個結他一定是前後腳出生的 而今天我要介紹這個 就是第一個出生的26吋小結他 講到小結他的製作 卡洛斯都敢說自己是香港的小結他製作之父 因為前後我應該教了二、三千人 包括校長、教師、家長、以至學生 去製作小結他 但是真的由零開始製作小結他 我到今天為止都是做過兩個 一個是二十三吋我做給自己的 第二個是剛剛出生的 做給我同時謝Sir的一個小結他 這個小結他前期製作的步驟 我在上一集 四個結他戲製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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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小結他工序不會比古典結他少 例如大家現在見到 我就自製了一個武具 幫助我在結他底部 拉出一條坑用來嵌中心跳 以往我做大結他 我就這樣夾著G-clamp 徒手我都拿到了 但是做這麼小的小結他 我認為準備一個這樣的武具 就會比較正確一點 你看看 拿完之後 直接就可以嵌入6mm的中心跳 同樣在背板的地方 亦都是要嵌入這條中心跳 所以我亦都用相同方法 拿出這條6mm的坑 然後將一條長長的中心跳 嵌入去裏面 再用膠水固定 來到這裏 大家應該知道製作小結他 一點都不簡單 現在我就用發熱器 去將一條邊條進行熱彎曲 我用的虎紋風木邊跳 其實跟用在結他上面的 是沒有分別的 所分別的 就是結他小一點 所用的邊條 就短一點 但是不要以為這樣是容易了 因為你見到 好像一個轉角位 其實它是比結他的轉角位 是弧度更小的 所以要將它加熱 以至於挖曲 其實的難度更大 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卡洛斯這次 用了常用的美紋膠指 採用一種有玻璃纖維 就是在裡面的膠指 因為這樣來貼著這個邊條 力度就更大 可以將邊條壓得的形狀更加好 做完背板的邊條之後 就輪到做面板的邊條 面板的邊條就更加複雜了 因為貼完邊條之後 為了令我結他更加美觀 我還會貼上彩背 所以大家會見到 在面板這條坑 這條坑是一個L字形的 貼好邊條之後 中間還會有另一條坑 而我正正會在這條坑裡 陷入兩mm的彩背 然後再用502去固定 當琴體已經準備好之後 我就去準備這個琴柄 而琴柄最難完成的部分 就是這個筍位 因為琴柄末端這個魚尾筍 就要跟琴身的魚尾筍無縫地接合 而這個部分 除了用機器去輔助之外 還要加上很多手工 而來到結構的最後部分 就是把這個紙板黏上去 這裡是值得一提的 因為每一種不同大小的結他 它的延長都不同 而我現在製作的跟以往不同 是一個26吋小結他 它的延長是410mm 特別要注意 就是十二品的地方 是205mm 而對整個小結他 做了一些粉色之後 我就拿個小結他去進行上漆 這次我就特地不用重教漆 而買了一隻 比較好用的噴漆 這隻噴漆 它的質地是PU 亦都表示乾了之後 表面硬度是比較高的 噴完油之後 整個結他差不多都完成了 最後就是裝上這個 上弦枕和下弦枕 剛才我有提過 26吋小結他的延長是410mm 所以由十二品 去到下弦枕的距離 應該是205mm 但通常我們會加上1mm 作為弦線按下之後 將力改變了的調整 而大家都見到我之前噴漆 是沒有黏這個監子 去保護這個琴橋的地方 因為我這次用的方法 就是先噴漆 然後就在琴橋的地方 黏上皺紋膠紙 再挑空琴橋的地方 之後才用刮刀 將琴橋這個地方的漆油刮去 使用這個方法 琴橋四邊的漆油 會上得比較均勻 是我暫時用過最好的方法 之後可以在不除去膠紙之下 黏上這個琴橋 在這個時間 就文膠紙再一次保護 這個膠水不會日出 當琴橋完全乾定 然後才撕去膠紙都未遲 來到這裡 整個小結他差不多完成了 我們可以快快快 裝上4個炎鈕 然後裝上弦線準備撕音 不算卡洛斯所做過的文歌結他 和古典結他 單以小結他來說 這個都可以算是我的代表作 我相信用家用起來 都會覺得很有體面 無疑的 卡洛斯做了這麼多的結他 包括小結他 古典結他 以至於文歌結他之後 我的製作技巧越來越純熟 做的速度越來越快 就像今次這支小結他 無論是木工技術 打磨 上漆 拋光 各方面 我都是非常滿意的 也正正因為這樣 所以我結他的音色 也達到相當的水準 所以我現在繼續教不同的社群 去做結他 我都會提醒大家 製作的每一步都要嚴謹 最後出來的效果才好 今天我分享到這裡 我是卡洛斯 喜歡我的影片的 請你訂閱 加一讚和分享出去